大家好 今天在那个南院 那个垃圾堆边上捡了一个小狗 这小狗的症状就是 吐 太可怜了 我觉得肯定是 有人看他病了 所以把他给抛弃了 所以给捡回来了 太可怜了 这人也真是的 你要打算养就好好养着他 然后有病就给他看病呗 你把他扔到垃圾堆里算怎么回事啊 看见痘痘了 是你妈妈吗 痘痘怎么这个表情啊 早上七点多 痘痘他们这一觉啊 我还以为出什么事了呢 出去一看 就在我们那个他们老扔垃圾的那个墙外边 那大坑里边扔了个这么小狗 后来问邻居他们说都不知道 不知道谁的狗 但是这个狗有毛病就一直吐 送到附近的那个宠物医院去看了看 然后做了一个冠状 做了一个细小病毒的测试 结果不是 也不发烧 然后体温也不高 鼻头也挺湿的 然后就给打了一针 说是就是普通的肠胃炎 给拿了一些消化的药 看着太可怜了 你说不救他吧 觉得他怎么也是一条生命啊 对吧 还是把它带回来吧 带回来养着看看有没有找的 有找的就给你送回去 他肯定是看他有病了 所以就把它给放弃了 太气人了你说说 我也看不了这个 看了这个我就特别难过 我不是那种极端带狗人士 就是救了小狗 一定要把它放到床上啊 或放到那个被窝里搂着之类的 尽自己能力能救救救救他吧 怎么也是一条生命呢 对不对啊 不是说地球不光是人类的 也是地球上一切生物的嘛 那么他也有活着的权利 你看他又吐了 真难受啊 你看着他 他打了这个针也没有什么效果呀 刚才灌了点药都吐了 吐的都是水 真可怜 希望他明天没事 也希望他主人早点来找 我替你把它治好了之后 你还是拿回去吧 多好啊你看这个狗 他还是个大狗样子 你看他这个爪子特别大 然后他这个形也特别好看 中华田园犬嘛 对吧 你起个什么面啊 叫狗圣什么行吗 叫狗圣 豆豆来了 你照看照看孩子呗 这孩子交给你了 豆豆还挺有防备心的 豆豆你就临时当个他的妈妈吧 好吗 你看豆豆还挺害怕 豆豆这小奶狗我就交给你了啊 你来照顾他啊 听见没有啊 你等着他呀 好了今天就到这吧 我们明天给大家 汇报一下小奶狗的情况 我们明天见